因为最近大家都讲红色供应链这件事情 那无论以后未来这些产品 通通都是用中国大陆的东西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那台湾真的会有威胁吗 因为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 那你感觉到呢 我觉得倒不用跟着大家一起起舞 因为电子产业本身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行业 所以今天不是中国大陆 可能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个竞争对手 贝勒言敬意坚定语气一语道破 台湾厂商不需要畏惧红色供应链 观影证券电子议题首席分析师谢宗文 独家接受三例财经台专访 不只提振台厂士气 更认为这是试炼的好机会 让投资人反过来可以去检视手中的portfolio 就是说你的持股里面这些公司 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这一次的冲击 那它并不是特别说代表的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而是它是竞争的一个体现 从面板太阳能LED到半导体产业 谢宗文认为比起考验反倒是台厂展现体质的时机 同样谢宗文也看好穿戴装置是未来商机 但也强调定位将会是决战关键 就是说基本上大家要用这个东西到底多方便 然后使用性的这个便利程度 还有就是说对于生活上的一个帮助在哪里 除了持续压保穿戴装置 谢宗文也看好台股下半年 有机会再看万点 平盖股也会扮演台股火车头 这些龙头性的一个指标性的厂商 包括就是晶圆代工的指标性的厂商 还有封设指标性的厂商 这些其实我们觉得都是 下半年很有机会的这个投资标的 科技产业令金动荡 苹果一枝独秀场景不变 其他阵营如何以创新设计追赶 也将是左右台厂营运的关键 记者先询王明辉台北报道